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傻脸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习近平让中国人民强起来 中国人好棒 中国解放军好棒棒 中国可以拯救全世界 总之呢中国太棒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 闹着地球聊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战狼外交 皆さん小典 我是NOW NEWS的孝萱 我是NOW NEWS的Lemon 那我们今天 找到了一个来宾 大家好 我是赵军硕 我曾经在纽约大学博士班就读过 那现在在NOW NEWS 还有一些其他政论网站 会不定期的写一些有关 美中关系 或者是其他政治经济方面评论的文章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选这个战狼外交这个主题啊 因为 因为主管叫我们选 主管没人你吗 其实因为呢 这个战狼外交是最近很热门的议题哦 大家可能在各个场合啊 或者是很多的文章 包括军硕的文章都写了很多 关于战狼外交这个话题 那首先我们就来谈 就是战狼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其实呢 他是2017年 吴京 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动作片的明星 吴京 他的电影战狼2 从战狼2来的 那为什么战狼2 因为战狼2呢 其实被称为是 结合好莱坞跟中国英雄式的 超级爱国主义的电影 这部电影呢 我就不爆雷了 大家有兴趣就自己去看 他其实他主要就是在讲 中国人好棒 中国解放军好棒棒 中国可以拯救全世界 总之呢 中国太棒了 这个超级英雄主义的电影呢 刚好 因为他就是在2017年上映 那卖了50几亿人民币的票房 那刚好也是在那一年呢 其实美中关系开始有一些改变 当时的川普开始就是挑起一些 美中贸易的一些 制裁相关的议题 导致中国人非常的愤怒 就是说你这个川普你想干嘛 那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也就是中国这边 他也开始改变一些对外的策略 过去中国的外交策略呢 是比较比较理性比较友善的 至少过去的胡温体制时期一直都这样 但从2017年开始呢 他们开始慢慢走向比较强硬的姿态 那这个时候西方就有一些媒体有说 这个好像跟这个战狼这部电影很像 那刚好那个时候也有外媒访问了当时 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 然后问他战狼外交真有这回事吗 那刘晓明他也没有否认 他就说如果说战狼的话 那也是先有西方这一头狼 我们中国人才需要变成战狼 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尊严 那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有战狼外交这个词 好那最近呢战狼外交也有很多的实例 包括说最近在阿拉斯加的美中会谈 中方代表杨洁篪又17分钟 狂批美国干预内政 然后抛下来去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傻的脸 那还有我们广为人知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他也说西方国家的行为 就像是八国联军打群架 而且在新疆棉花议题上 也有很多的琢磨 甚至拿出号称是美国黑奴的照片 来指控说 美国你以前也对非裔民族强迫劳动 那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这回事 但虽然最后被证明是说 这是一个乌龙 那张照片其实是在谈论 有关于囚犯权益的事情 但是也是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战狼外交表演是多么的有趣 在欧洲呢 中国驻法大使馆近日因为阻挠国会议员访台 然后又辱骂学者是小流氓 引起法国内部舆论的反弹 在舆论在开始批评中国之后 他们还发问说 是因为法国疯狗太多 或是部分反华势力 导致说 中国大使不得不成为一个战狼 那让原本对中国态度比较包容的欧盟 都有点大爆气 那我想问问军硕说这件事情真的有让欧洲改变他们以前对中国的态度 然后转为强硬吗 我认为其实有 因为之前就是去年中国中共跟欧盟谈了七年的中欧投资协定 他是当初是130开始谈 是规定2020一定要谈完 眼看就要没了 结果最后一刻是习近平做了一些让步 然后跟欧盟签了 看起来皆大欢喜 终于而且还趁就说趁美国新政府还没上台 有点偷袭 所以连拜登政府那时候还没上任都不太高兴 但是因为中共强力反敌做出这么多让人傻眼的动作之后呢 欧洲议会竟然说好 那对于这个投资协议 因为经过还经过议会审议 他直接说我们现在搁置 所以传统上大家都以为欧洲人就是为了钱 讲人权都是讲给中共之外的国家听 把这一次欧洲看起来是就是我钱可能可以不要 虽然说还没有决定 但看起来有这个迹象了 而且再举HMM来说 HMM是这次算首当其冲的嘛 但其实他也很倒霉 因为他不用新疆免示去年十月的事情 那就是被这战狼从去年时光机中咬出来开始咬他 到目前为止他也不愿意让步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根据主流媒体分析 或者也是实际情况 就是说这些国家如果他对中共低头的话 他其他国家他的企业形象 或他的企业社会责任也会破产 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Hugo Boss Hugo Boss他是他的中国那边发了一个声明说 我们继续用新疆免 结果就被总部下令撤掉了 就是这一次我们不能为了人民币低头 但好有趣的是中共那边好像也没低头 他们觉得自己打了一场大胜仗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 就是说当然也许商业抵制客观来说 中共没有成功过 可是他可能会在其他地方继续发酵 这是我目前初步的看法 我也还在就是说紧密观察中 我可以问吗 你问啊 好 就是说那我很好奇 就是他们像战狼一样 看到谁就要战 那一下骂人家是疯狗啊 小流氓干嘛的 这个其实是很违背外交的常理 那到底战狼外交是中国想要的吗 到底想要干嘛 我觉得他想要出其不意 就好像 如果我们现在 我忽然对着你破口大骂 三字经理 第一个反应该会先愣住吧 然后再想这怎么回事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就想要趁机这样 然后甚至一手一方面很凶 然后一方面又说 你会赚不到我的钱 他以为大家就会让了 大家就会让了 可是呢 我觉得欧洲人就像你说 他其实是最讲礼仪的 然后他这次 寄于一些理由可能清醒过来 但我觉得 也有两个比较深的原因 可能目前在台湾比较少人点到 第一就是 就算他们的最高层还没出面 第一就是法国 其实法国对中共 其实多少比较两面 他一方面有戒心 他不像欧洲不像德国 德国因为太多汽车厂在那边了 所以德国之前都被 台湾人也都欺凭他 真的为了钱价值都是讲假的 那法国总统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连任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很大的危机 所以说 我认为 虽然他自己没有出面 可是我觉得 他基本上应该在背后说 我们就硬起来吧 我们就很像 去年疫情一阵子后 川普也是放手给他的鹰派 全部开绿灯 七八月对中共出一点制裁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欧洲 因为梅克尔要下台了 他可以说是 欧洲硬起来的最大绊脚石 然后德国自己目前 其实他们的疫情 有复发的状况 然后呢 也应对很不好 梅克尔甚至公开 斥责自己的接班人 就是那个 基民党的那个新的主席 所以说 这样讲就是说 欧洲里面 本来比较 稍微比较强硬的法国 我觉得现在主导学比较强 然后梅克尔又 就说 因为他一方面下台 一方面是 他们 德国本来第一波 疫情处理很好 现在又被疫情 也整个疫苗也打得很慢 所以德国也陷入一种 他也无力 所以说 阻力也没有了 所以才 就欧洲就是有一个 我们出乎意料的 比美国还硬的 转向 那最后补充一点 可能他们也看到了 美国目前的态度 是令人担心的 这是我跟 就是说 这我个人的意见 但在台湾是 比较少数派的意见 就是我认为美国现在 并 他讲得很好听 但他没有充分发挥 他硬起来的角色 所以 我在NOW NEWS的专栏写过 现在各 世界各次等强权 比如欧盟 德国 法国 日本 甚至印尼 都在做自力救济的动作 应付一个 就是 就是万一被战狼咬一口 对不对 我们美国靠不住 虽然不是说一定靠不住 但是 他们才会 万一到时候美国袖手旁观 或是 又只是像布林肯出来讲 We are concerned 怎么办 对啊 被咬的是我啊 你只在那边concern 那我怎么办 是的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 美国他没有硬起来 好 那个 我认为 就是说 我去年 美国大选完 大选开票当天 我认为美中会有四个点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其实我那天漏了一个五个嘛 第一个是 疫情究责 第二就是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关税 第四个是科技制裁 然后第五个是 就是那个 印太方面的 四方的安全对话 会不会推进 那客观来说 后面三个 制裁 关税 还有 那个四方安全对话 这三个 美国目前是守住 甚至四方安全对话 还有一点推进 可是呢 这三个本来就超之在即 就是美国可以自己决定的 他是守住了川普防线 可是你守住 并没有你进攻 但是超之在人 就是说 疫情究责 或者是人权破坏 就是我们能不能改变 中共行为的 川普后期开始了 虽然中共行为还没改变 可是川普开始加压了 可是目前看起来 新的政府就是一直 concern 一直concern 这个 我都最喜欢讲 中校东 那麦一软话都知道 你是中共你不会怕 你只是听到他们在那边 We are concerned 所以说 他等于是 他放弃进攻了 那但是呢 中共 中共看到你放弃进攻 共产党会就得寸进尺了 所以中共为什么这麽凶 因为他发现 美国只是守着川普防线 我举个老例子嘛 虽然这不直接相关 二次大战前 法国有一条很坚定的 马其诺防线 大家不都说 那条防线全世界在兼顾 德军不管怎麽样 德军绝对不敢怎麽样 结果后来发生什麽事 大家都知道 德国就是把你冲破了 虽然这个比喻不见得一定 但是 你只是守着一些川普的东西 你放弃进攻 就是你放弃了当大哥 就好像理论上 Jordan之所以为Jordan 是因为 他能够在对方 可能五个人都上来守他 他还是可以这样 左闪右晃 然后飞起来 土的时候灌篮 把球放进去 而不 你有看过Jordan 站在后面 跟队友说 我们一起上吗 这样就不叫Jordan了 所以为什么 我认为 现在全世界的次等强权 甚至包括连菲律宾等 菲律宾也一直在讲说 中共民传 以民传为掩护 开始在我们附近声势 所以说 大家都站出来提醒老大说 你该带球出来灌篮了吧 老大好像还在睡啊 这是我的感觉 那因为刚刚赵君说 有提到说 菲律宾的事情 那就是讲说 近期 大概在三月的时候 中国有很大 很多渔船围绕在 牛二郊附近 那牛二郊是中国 越南还有菲律宾 都声称有主权的地方 菲律宾的政府的态度 其实还蛮软的 就说 希望他们风暴过去之后 会离开 但可以看见的是 他们其实并不是渔船 而是一艘一艘的船 然后全部绑在一起 就是有点像是 我不要让你过 然后把附近的渔民驱逐之后 就有点像是 这岛就被我控制了嘛 他们在几年前 欧巴马时代的对付 跟菲律宾抢黄烟岛也是这样搞 他的一堆民船 把人家围起来 然后让原来那套菲律宾船 就是弹尽圆绝 然后呢 然后是中美在那个 维基尼亚州的饭店 有那时候的外长复营 跟美国国家权会议的 那个叫麦艾文 他们谈了半天 但基本上也就是把黄烟岛 有点像让给中共了 所以说就是又来一次 那这次这几天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受不了了 就公开喊话就是 大家看哦 狼来了狼来了 所以他现在是打算 要用船海战术 再来一次占领菲律宾的这些 临近的岛屿对不对 我觉得是 而且现在他各种动作 不管是菲律宾或者是 甚至他的伊朗签协议 或者是北洋在导弹试射 这些我觉得背后可能都有一点 中共的默许就是在 基本上在测试拜登嘛 就是说是不是除了 concern他还会做什么 但目前我帮大家回顾一下 其实在拜登还在就职的时候 中共就制裁了美国的 28 27个官员加一个平民 就是Bannon 但美国只派出一个 我都开玩笑 他派出国安会发言人叫Emily Horn 我不敢说他是小官 但我讲难听一点 我个人就觉得 你派一个叫逆马温 像西游进一面 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出来回应 这其实就算你不喜欢川普政府 人家侮辱你前朝官员的时候 你应该要派一个够大尾的 就是把他呛回去 就是因为你一路到现在 姑息到现在 除了concern以外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才会造成这种各种反复的试探 所以说如果菲律宾这件事情 大家又是concern 或者没有什么具体动作的话 那也许 这也许会不会有事态升高呢 这个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 不过我觉得说你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他这个战狼外交出的是 对外的一个宣称展现他的实力 他的肌肉 他对内也是在做一个大内宣 是 因为我觉得他的经济 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 因为虽然疫情之后 他的出口算恢复的不错 我客观来说 可是他民间的消费跟就业 我认为还是很糟 那这种时候 你要把人民从 我现在生活过得不好转移开来 让另外一个让他相信 我活该是不是还是好的 让他觉得国家很强 别人都怕我们 对 所以其实我2017还住在上海的时候 我就有听到他们在讲你刚刚讲的战狼 他们就说这部拍的真好 应该入围奥斯卡这家外语片的 他们觉得 他们不但觉得这边拍的好 他们还觉得这符合我们真实的实力 所以他现在这他最后一张王牌 就是共产党能够 就好像套一句老话嘛 呃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习近平让中国人民抢起来 那现在富起来 怎么讲他有点在倒退 对 当然在大城市可能还不明显 但他为了要让人民不要感觉到情况不好 他只能就是就是继续搞这种盲目的宣传 然后让大家觉得国外都怕我们 这样才是一个 我觉得保持他统治合法性的一招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有新的爆点 就说除了这件棉花事情可能还会烧 也许也许又会有什么新的事情 他可能会继续炒作 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 嗯我想问说 因为他刚刚有提到说 这是一个有点在内宣的意味嘛 那因为2022年就无中全会 那他就可能会决定说 习近平会不会继续当领导人 那我们可以预测说这未来一年 战兰外交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想问你对战兰外交预测这一年 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OK现在就说有几个观察指标 第一甚至某种场上有人会觉得台湾有危险 像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作家 他其实是GV的批判川普 他叫Ann Applebaum 他先生是波兰的政治人物 他最近在推特上写说 乌克兰跟台湾是最危险的 随时会出事 有人会认为习近平要达到 因为他现在集权的程度 已经几乎是超过邓小平毛泽东了 那他要证明自己 我有这个我值得这样做 我邓小平跟毛泽东革命元虚 那我呢 我收复台湾 这绝对这样就没有人敢挑战他 要明年就像你说的 他要变终身皇帝 普丁不是也刚刚他可以做到2036吗 我觉得习近平看得很牙很痒 虽然没有人敢公开挑战他 他让大家服气 台湾可能是个目标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他敢再主动找一个理由 主动攻打台湾的话 他明年东运可能也不要办了 这时候可能就大家非要抵制不可 就像当年希特勒的奥运被抵制一样 我觉得这个理由可能 如果他真的拿得下的话 奥运赔掉我觉得是小事 所以我认为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差异的话 所以呢 另外一个我说自救的对象 就是现在在那个 在印度洋这边 这次的演习是首次 除了Quad还有法国 法国领头 连法国都在领头带着这个Quad的 美国日本澳洲印度演习 这是史上第一次 五家一起来 对虽然他们之前就有程度不懂的合作 第一次这样五家一起来 然后他们下个月还要在波斯湾那边 跟一些中东国家演习 那个演习 虽然以前已经历过 但这次也是法国会参加 他们要确定就从中东到 马六甲海峡的航道是安全的 所以就是 嗯 就说基本上习近平不知道 他有很大的诱因赌一把 虽然客观来说 我不是最懂军事 虽然军事专家都说中共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 如果他赌一把呢 就说目前看起来 大家 大家也都在关心的 并不是只有我在这个节目上讲而已 越来越多人 在看习近平会不会赌一把 为了让他明年能够顺利登机 yes 所以军事专家你刚刚讲的 其实那个 五国的 五国的那个军演 他是从巴黎拉一条防线到 新德里到坎培拉 拉一个非常长的那个防线 那欧洲会加进来 一定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一些情收 他认为他可能会蠢蠢欲动嘛 那我们身为 身在台湾 就是担心就是台海的问题啊 你自己评估 台海可能会不小心爆发 武力冲突的机率有多大 我觉得中共一定会升高挑衅 然后虽然我不认为他敢真打 可是他挑衅的越多 擦枪走火的几率就越大 所以万一不管是我方 或对方哪一个空军 他不小心发了一弹 他如果一下子忍不住 虽然理论上要最上面 要最上面下令他才能够还击 但是或者不小心擦撞 就像20年前 对所以有一个动作 大家可以注意 中共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去了塞尔维亚大使馆 被炸地址去献花了 那塞尔维亚也是个物诈啊 但是那就是一个意外 还有就是20年前 那个在南海 美国的反潜机 被中共一个飞行员给撞了 对那个是他个人的 不知道 不知道有什么指令 到现在是个谜 他到底活着是死 也没有人知道 可是就是 这种事情 会不会再发生呢 我认为这个几率 这个几率是存在的 所以台湾 或者他会不会 像去年那个谁 我们的 他们美国的国务次卿来的时候 他飞进台湾的防攻识别区 就靠近领空的距离 也是前所未有的近 他会不会这次 赶再往前推呢 或者像前几天 他的辽宁号 又带着一团船 又往公古海峡 又再过了 所以动作会越来越频繁 然后 这可能就会伴随差强之后 虽然我认为他 就是纯心要攻的机会不大 可是就是风险 就是说大家 对对 如果是我们的国防部 应该真的是要 要特别的谨慎 虽然你要睁大眼睛 但也特别谨慎 也不要被他 也不要不要找到借口 万一是我们这边沉不住气 他就会说是你先打我的 就很像现在 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样 明明是俄罗斯在那边 张牙五爪 可是他一直说 是乌克兰要打我们 不要让他有借口 这也很重要 对 好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军硕来 那你不是有准备一个 结尾的ending card吗 好好好 明大嫂我们下周有缘再见 拜拜